您个人来说 绝对会 因为首先就是 刚刚公布台湾可以旅游的时候 我第一个顾虑就是说 如果我要到台湾去 会不会有绿营的 或者说反对有关的 什么大陆和台湾合作的 这样的派系 会不会对我们造成危险 这是我最大的一个顾虑 可能包括我有的好朋友 也提出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比如说像日本 像新加坡 像香港 它都是以非常柔和的形象出现 但是台湾给我的形象不是这样 好的 非常谢谢 北京的王先生发表您的感想 稍后我想请两位来宾也一并答复 我想继续请福建的高先生参与讨论 福建的高先生您好 请讲 你好 我非常同意跟北京王先生的观点 现在本来其实我也想去探望旅游 但是我也不知道玩什么 现在101大楼 他也只是宣传下来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 而且因为他的蓝绿 斗得那么厉害 所以我也很不敢去台南和高雄 好的 谢谢福建的高先生 也发表您的看法 好像跟北京的王先生也很类似 就受到台湾这个政治气氛的影响 让大陆的一些观众的观光客 好像比较却步不敢去大陆观光 我想先回到华盛顿 我想请到余朗余教授 你认为像这样子一个心态 台湾方面应该怎么样去加上宣传来处理呢 对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安全 游人对这个安全的这个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这几确他最在选择目的地 特别是这个出镜油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这方面的话呢 通常呢就是 首先呢 政府要这个宣传 我们在搞旅游宣传的时候 大家通常都说有两种这种宣传 一种是前门的宣传 前门的宣传就是很重要 就像前面这两位先生所提到的 柔和的这种宣传方法 对这个客源市场的宣传 客源市场的宣传 就是说这个到我们目的地来 一切都是安全的 反正就是刚才就两位这个先生提到的 还有一种宣传呢 就是我们叫做这个后门的宣传 就是对自己市民 对自己的这个居民的宣传 这很重要 就是怎么以这个欢迎啊 热情的心理去接待 到我们目的地来访问的这些游客 因为在这个敌对的这种情绪 在世界上不是没有 很多年前这个阿尔兰和英格兰在冲突的时候 是 这很明显这个酒店里的员工就对这个 阿尔兰酒店里的员工就对这个英格兰来的游客 就就露出这种很不满意敌对的这种情绪 所以呢政府呢这上面要进行宣传这是一层 另外呢还有就是旅行社和导游 要给这个游客到了目的地之后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有些情况下呢也不是政府完全可以控制的 特别是在这种民主的国家 他言论自由 他有正常的这个手续 他就可以进行这个集会啊游行啊 像这种情况 所以呢要给这个游客做好心理准备 要他们保持镇警这是比较正常的情况 在这个他们国家里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警方 就是咱们安全保卫这方面要做好工作 如果意识到有这种倾向的话 就是要注意这个观察 注意这个管理了 就这方面世界各地目的地都在做 好的那我也顺着于良于教授这个话题 继续请教在台北的王启翰王理事长 那么台湾方面就这样如何 刚刚提到的就是在前面做宣传 就宣传用柔性的方式 吸引大陆观光客到台湾来 另一方面在后面也要教育自己的民众 就是说在面对大陆观光客的时候 不要有一些过激的言行 以免造成不愉快 这些前面跟后面的这些加强宣传的工作 你认为目前马政府做的如何呢 王理事长 是因为过去来说 因为大陆还没有开放大陆同胞到台湾来 所以我们基本上也没有办法到大陆 做一些台湾的观光宣导工作 那最近的三年我们在上海 或者是在昆明的旅交会 我们也有台湾庞大的团体去做那边宣传 我想这次开放 从去年开放了大陆同胞 能够到台湾来观光以后呢 我们这边也很积极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到大陆去 目前大陆的同胞 大概都是从大陆的旅行社上 去取得一些相当的资讯 我从所有到过台湾的大陆观光客 回去以后 从他们口中 他们对台湾来了以后呢 都认为台湾的老百姓非常的热情 非常的友善 没有来以前 可能因为过去的敌对关系 所以在心理上都会有一种敌对 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存在 来完以后 我想这些问题都不复存在了 刚刚才开放 我想这一年当中 马政府也很积极的在做促销的活动 2009年将是台湾对于大陆 对于大陆同胞来台湾 一个关键的一年 我想我们会在这一方面做更加加强的宣导 好的 节目上 最后的两分钟 我想请两位来宾 大家各以一分钟来做个总结 究竟要如何用这个两岸的旅游来促进 两岸人民之间了解 进而改善两岸关系呢 想先请王理事长 发表最后的结论 是的 有朋之远方来不宜乐乎 我们非常张开了双臂 欢迎大陆同胞到台湾来看一看 了解台湾的生活各方面的 我想大陆来台湾都是客 客人到了台湾来 当然也要尊重主人 加上台湾的媒体 我想尽量少报一些负命的 甚至于加油天出的情形 那台湾的业者背负了很大的责任 今后呢在品质上也必须要加强 这样子才让大陆的同胞到台湾呢 有兵质如归的感觉 这样的话也会带动整个台湾的经济 我们能够达到适应的局面 好的 非常谢谢王岐翰 王理事长最后的一分钟 于亮宇教授 好的 谢谢 那个我就想说一下 我呢其实呢 对海峡两岸的旅游呢 是非常关注的 我在1996年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是分析这个海峡两岸的旅游 对这个改善关系的和睦 和正常化的这个影响 所以呢我就一直关注 当时呢 广是这个台湾的游客到大陆来 是单行的 现在非常高兴看到了这个双行的 双向的这种旅游的这个发展 所以呢我还是坚信旅游呢 旅游呢通常呢是 这个低政治层次的活动 它是促进这个高层层次 政治活动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促进两个人民的这个互相了解 所以呢这一点我非常高兴 那么还有呢就是两个 有两个想法就是呢 想说一下 第一呢就是要保持这个 可思性的发展 这个大陆的人数的话 一开放的话 将来肯定会达到很高的人数 所以呢这方面希望这个台湾的这个 在这个安排啊 这管理上要加强注意 对 好的谢谢于教授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再次感谢美国乔治 华盛顿商学院的管理系教授 于良于教授 以及台北中华两岸旅游协会的 理事长王启翰先生 当然啦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 您的参与 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 发表上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呢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 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 如果你对两岸关系 或本节目有任何的看法 也欢迎您寄送电子邮件给我们 下面是登陆美国之音网站 即发送电邮的具体方式 美国之音中文部网址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中文部电邮 chineseatvoanews.com 好的下个星期的海峡论坛 要继续带您关注 两岸之间最新的热门话题 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最后也提醒您 别忘了经常登陆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上面有更多 有关于两岸关系的 及时报道和印象资料 好了 今天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我是樊东宁 请代表美国之音 所有的工作同仁 以及今天在台北 与我一块主持的 中广新闻网 叶博弈先生 祝您晚安 我们下周节目 同一时间 再会了 再见